屏東潮州每週一週五晚間 都會有攤販聚集成夜市 但先前由於微占中州路街道 導致居民出路不便 髒亂 噪音引發住戶檢舉 大部分攤商經由潮州鎮市及文化協會 與政公所協調後 福島遷移至愛國路尾段經營 原本潮州夜市在我們都市計畫區的 那個住宅區裡面的一個街道 他們在攤販在那邊集中布設 那每個禮拜一到禮拜跟禮拜五 他們的夜市集中行為 那因為行程大家交通生活的不方便 那有我們警方的介入一個開單 後來我們把他集中到潮州鎮的愛國路 也就是說我們第十六號公園 中間的那一段完全沒有住家的部分 愛國路尾段林明哲有段距離 加上旁邊委員第二公墓起決的空地 音響程度低 因此規劃格數 以市營運方式由協會管理 討論出提案 不料近期遇到颱風及豪雨 皆取消 除了市營運展延 目前屏東縣潮州鎮臨時攤販集中廠 管理自治條例也已完成 將在下次代表會臨時會提案 委託我們的市集文化協會暫時先安置 用使用路權的方式先安置這些攤商 讓他們在那邊可以暫時的度過這一段 比較辛苦的期間 政公所就開始研擬自治條例 那我們希望透過政府機關的一個 法令的一個管理方式 能夠輔導讓這些攤商 讓形成一個觀光夜市 那也希望形成一個 操作這邊的一個觀光的景點 尤其是星期一跟星期五延續 那後續我們會再跟我們的民意代表 做溝通 希望可以在下次的代表會提到 代表會讓大家去做審議 希望整個提案能獲得代表會同意 而攤商最關心的擺攤成本問題 佔定每次每隔管理費200元 每次電費100元的標準向攤販收費 未來也將設置整理停車場 繼續達到多影目標 記者不一聽楊正義 採訪報導